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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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反差很大 反差很大 而且她认识好多小姐 是 没错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呢 讲老实话 我好几年 你为什么认识很多小姐呢 你是同志吗 不是 是 我的兴趣就很正常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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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做社会学的 然后就研究过这方面的课题 女性生存状况的调查 特别是底层女性的 然后就接触过很多小姐 可能认识的还没有宁夺 但你的眼神 眼神能看得出你这生活 通讯录给我们看 小姐问题很值得谈 为什么 咱们今天我就说 最近一系列的事情 让我开始关心这些人的命运 就是深圳 你看这报纸上灯 公开处理嫖客卖淫女 你知道引起争论 就说什么没有人权 中国的世众文化 我倒不是想说这个 现在还在扫黄 对吧 但是我就看着每天电视上 一串串给压出来的 我突然想到 最近一连串的新闻 让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我这个人 你了解一下 我有个缺点 我这个人不喜欢讲一个事 应该怎么样 我喜欢讲一个事 是怎么样 这它是个客观存在 它不可忽视 你不能当没这些人 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 所以我就把你请来了 你跟我们谈谈 给你印象深刻的小姐 我们做社会学调查的时候 前年后后接触过 大概有七八十到一百左右的小姐 这是一个处理的顾忌 我要说印象最深刻的 有那么几个 有一次是一个无意当中碰上的一个小姐 我有一次去央视做节目很晚了 然后找不到地方做了头发 然后我就就近找了一个理发店去做 然后就两个女孩在那 其中一个女孩在屋子里面 半天没出来 过了一会儿她出来了 出来之后送了一个男的出来了 然后跟那个男的说 大哥你走好要多来 你怎么表情学得这么像呢 印象很深刻 然后完了 我还没有意识到她是做什么的 然后再过了一会儿 我看她做了一个动作 用手擦了一下嘴 然后跑到水池那去漱口去了 然后过了几秒 她性病都从上面传了 不知道 然后我才意识到 刚才那个动作的当中的寒意 然后我就很尴尬 我想显然他们不是专业里头发的了 然后我就跟 干脆我就跟他们聊吧 我说你们就是不是开理发店的吗 他们不然 你也看出来说我们不是 要不你先走吧 我说没事跟你们聊会儿 然后那女孩就很坦白的说 我念书念不进去 小学就毕业了 出来也没什么可以干的 那就干几年回去找个人结婚 到时候挣一笔钱在家里启动房子 这就是他们的人生理想和目标 他对此事看得也很平淡 然后看到我们这种正常的 社会认为的说你是良家妇女 他也不自卑 因为我们的生活对他来说没有交叉 他看你就像看外星人一样 你跟我不是一回事 他不会用你的道德观来评判他的道德观 我这个早年间 早年间 这个也没什么 像我们干我们这行的 有的时候就是会去夜店的 人家也带我去 我也 我礼貌 对 我拼命拒绝他们拖着我去 不是 谢谢你 我清白 现在有这么一个帽 我就是说 我也有一个 你知道 我而且我赶上最早那一波 就中国刚刚开始出现这种小姐的时候 肯定的 你干嘛要看我几眼睛呢 勾魂眼吗 我跟一个小姐有过交往 怎么讲呢 就是因为他刚刚出起的时候 你知道中国人呢 喜欢模糊 中国人不喜欢像比如美国人一样 嫖娼就嫖娼 拖一五就拖一五就 好像工业社会很清楚 中国人 尤其小姐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还 我们还不大那么觉得 她是某个行业的 甚至有不少男的去唱歌 往往会跟小姐交朋友 这是在最早的时候出现 觉得她就是可以交朋友吗 不喜欢把钱的事扯得那么明白 而且那个时候咱们处于体验生活吗 社会调查吗 体验生活 我觉得这个小姐非常有意思 我跟她有个交往 人家就是嫖娼 她就是铁师 她很有代表性 她就跟我讲 她给我聊天 她的经历 她最早跑到 做小姐 做小姐呢 坐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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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得挺漂亮了 那么碰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呢 也有老婆 然后这个人呢 就采取一种半包的形式 就是说 你就跟我住一块了 我也不让你去做小姐了 可是这女的非常有意思 她大概是就情难忘 还是怎么回事 她还有很多 仍然在做小姐的朋友吗 有什么好玩的局 还会打电话 她也不是为挣钱 就模模糊 她也去玩玩 也去认识 等这个男人要回来的时候 她就回去 我前几年 她又一次跟我打电话 她是在已经做什么了呢 还是没离了这行 已经做妈咪了 就是那种 妈咪正开始进行组织工作了 60多岁了 我就觉得这个人的 30多岁就是他们的60多岁了 听上去 我其实 有个事 我觉得这些人 其实智商也不低 然后因为我是 有一种病 就是 性病 不是 是痔疮 这也没什么丢人的 其实十人九智 是吧 我去看病 医生就告诉我说 说像你们这些写作的人 久坐的人 长期坐的人 都容易得痔疮 还有呢 长期站的人 像交通警察 也容易得痔疮 那我就想 那什么人 是 这个 那只有老躺着的人 不容易得痔疮 是吧 我就想 那只有性工作者 没有痔疮 只有性工作者 是可能没有痔疮的 就那天我在王福井 晚上一个人散步 就有一个 我还开始不知道 一个性工作者 他过来 就是来 拉课大概 后来我明白了 明白了以后 我想做一个调查 就是 将计就计 我不是 我想做一调查 我就问那个 我说 我说小姐 你有痔疮吗 他一愣 他一愣了以后 这不是我们职业病 结果他一愣以后 他问 先生你有特殊需求吗 需要加钱 我半天没反应过来 是怎么回事 回了家 反应过来 哈哈 别笑 不能说了 去广告 枪枪塞月行 广告之后见 讲老实话 我呀 已经好几年 没有去夜总会了 就好久 没见到小姐了 就怪想他们的 不是 我是说 像我现在变老土了 因为绝技欢敞 许多年 但是最近 我到某地 参加一个活动 让我觉得 这个风势变了 你就现在 在某地 是什么气候 因为活动完了 人家飞着 去 就去 去我一看 把我惊着了 全是穿着胸罩 内裤 就过去还是穿着衣服的 现在 就胸罩 内裤 然后那朋友 还怕我走了 你别走 你别走 跳舞的 马上就来了 好家伙 我说我更得走了 然后 堵着门框 就来两个 就是胸罩 内裤 两个人互相蹭大腿 就开始 开始这样 我就说 这比我早些年 那种不一样了 跟国际结轨吗 国际是这么玩吗 你看那种比较性工业产业 就是比较规范化的 像河南 或者像什么的 他们一些地方 就是红灯区的一条街里边 小姐都是直接 河南还是河南 河南 差不多 国语有问题 河南 就是小姐是直接站橱窗里的 对 我见过 然后自己挑 我们研究这个女性生活状况 这肯定也是在其中的 它作为商品的 商品化的时候的标志 是什么样子的 感觉我们一阵事 就是一次出国 然后这么一个团 然后问大家 要不要参观红灯区 但是跟着我们的 有几个出版社的书记 就是领导 说这种地方不能去 什么 然后但是其实还是有 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去了 是吧 比如说 然后最后 第二天离 第二天离开旅馆的时候 人家旅馆的人就追出来了 我们所有人都上了车 有旅馆的人追出来了 说 谁昨天看收费电视了 就是这俩书记看了 轰着脸下来说 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 然后 然后 咱就说说你 你调查了那么多 我觉得你有种 又一个惊人的观点 对中国这个性产业 包括这些姐妹们 你的观点是什么 我的观点是中国女性的生存状况 决定了中国将会是成为一个性工作者的生产线 摇篮基地 生产线 生产线 它肯定有最初的 从原料 然后到半成品 然后到成品 然后上线 然后再出厂 意思是说我们这 生女孩的 程序化的 程序化的 比如说一个女孩子 她怎么就被这个生产线弄成一性工作者的 我们就讲我接触过的一个女孩 我在深圳那边一个工厂里边 做过一个女工的生存状况的调查 她那边就是假定 99年左右 或者是2001年 进场100个女工 进场100个女工 能再到年底 能在工厂里留下来的女工 不会超过30个到40个 大部分就分流到第三行业 就是第三产业到服务业去了 长得最好看点的 那直接可能就走进 就我们说的性产业去了 为什么呢 我们就拿我认识的一个女孩 我们假定她叫小春 小春 她是很有代表性的 从她家里一共四个女孩 只有一个弟弟 就是说她是老三还是老三 然后家里连续生了四个女孩 据说中间还就是影产 影掉两个 到第七个才生了她弟弟 然后上面的四个女孩 都没有上学的机会 因为计划生育这个罚款 已经罚得倾家荡产了 所以说女孩这些生存都成问题 就是能把他们吃饱肚子 长大就已经是个奇迹了 都没有上过学 然后到了十二三岁的时候 就跟人出来做工 先是做保姆 她直接了当地告诉我 她十三岁在别人家做保姆的时候 就受到男主人的性侵犯 然后干了几年 女主人也发现这件事了 反正女主人是默许了这件事情 然后干了几年 给了她一笔钱 看她大了 就把她又弄走了 弄走了 她也不可能回去 她已经半适应了城市的生活 家里呢 她又没到出嫁的年龄 也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 然后又找了什么小餐馆 然后工作一段时间 又不合适 就是说她已经习惯了 受到周围的男人 走到哪儿 身边的男人都会卡她一把油 或长时间或短 然后进工厂 那还不是要油钱呢 就是说 对 就是这么一个 最后是这个状态 进工厂一进去 首先帮她介绍工作的老乡 就也跟她开一把 开一把 然后进工厂之后 跟保安也那个什么 或者是跟工头也什么 跟管理那个人员分辨 那这怎么跟那位张玉的逻辑似的 进去组 制片员卡一把 副导演卡一把 摄影灯也都得卡一把 摄影说你 最最关键的是灯光 说你要不让灯光开一把的话 他给你照的特难看 就轻敛了牙 过去那你看我们灯高 把你脑子照的增亮 我现在想知道一个 就是说这对消灭贫富差距 是不是也有好处 因为比如有钱的男人 把这个钱花到这些 很穷的女孩子身上了 然后他们的钱寄回家里面 就是说也有关 跟GDP什么增长有关系 但是他工作的这个产业 跟GDP增长有关系 有关系 色情业本身也是 能占到多少点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 这不叫碎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中国最穷的地方 你看什么 这个地方什么建的最漂亮 就那个桑拿 喜玉 那个那建的美轮美奂 你说那个钱 甚至很多人讲 那不也是就是你说的公款吗 对 咱们郑老师也有这方面的 个人体会 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 我是这样的 因为我是那个 就是说这个 从来不去歌廷 然后呢 但是呢 有一次呢 是去这个签名手术 就非常累 非常累呢 几个作家一起 然后呢 就 他们说能不能就是说 听说作家爱洗澡 好 我也听说男作家好干这事 我听说是女作家 因为我认识的几个女作家都是 你参加过笔会吗 参加过作家的笔会吗 我去早年参加过一次 后来我再也不去了 我倒不是说因为有这事啊 那参加这笔会啊 比如说当时参加的是25个人 等到会结束的时候变成30个人了 为什么 怀孕了 啊 这么快 谁怀了 女作家怀了 男作家 这是真事 不快吗 虽然你知道比较晚 但是事发 有了是立竿见影的事吧 只不过是当时还不知道是吧 事后才 才知道 包括现在很有 咱们的都有可能 那个咱们私下交流 然后这个 这个 做协可以跟复联联合办公 嗯 做协和复联 然后那个我就 我就 后来我为什么不去参加了这种会呢 我听不懂他们说话 就是作家说话 我听不懂 我没想到 我觉得我这张四年小学 五个里边怀孕的 没有你的 他们说话都没想误照的 我都听不懂 最后把我逼急了 该轮到我发言了 我杜撰了一个作家的名字 外国作家的名字 叫库斯卡雅 我说我最近在读库斯卡雅 这个人的书 我说要不读 作为作家是根本不可能写作的 然后我问在座的作家 我说你们多少人看过库斯卡雅 五分之四的人举手了 哈哈哈哈 然后我马上说我是瞎编的 从来以后我就 我就再不参加了 然后那个 那个这是真实啊 然后那天就签售 他们就给我领到一个 好两三个作家领去了 嗯 但是我是确实是不喜欢 然后我就 呃 但是就是洗脚嘛 完了 我完了事以后 听到另一个作家跟我说了一个事 他也是头一次 就被领到一个屋子里去了 那个小姐就 就问他 你是一步到位吗 大家说什么意思 他说这都不懂 还在这儿 然后就是一步到位 就是要 要 要消费了 他就同意了 同意了 但是这小姐 马上到床 床尾去恩一个按钮 他就吓坏了 他说你看什么 以为一个按钮 警察就 那连人是联络 他那小姐就搞他 你别害怕 这是恩连人是让你出去以后交全费了 嗯 就不光说按摩 其实他也不会按摩 他不是 他就瞎瞎骨道 瞎瞎骨道 哪一人喜欢瞎骨道 哪一人喜欢 这时候有一细节 这人不爱抽烟 这作家不抽烟的少 作家不抽烟就和他可能 结果这小姐呢 他就会拿他身上的一些部位 来引诱这个那个作家 哦 就这作家一下就在这部位上闻着烟味了 哦 所以说我觉得这小姐也没有职业道德 为什么你每个完了以后 要进入下一个帕的时候是吧 这帕完了进下一帕的时候 要洗一洗过去了 你不能把那个烟味 听到这个话 我觉得建议做协集体到公安局受受教育去 做协 什么觉悟 真要成大作家 必须具备一个要是有轻度的强迫症 就精神病 我去过那个北京的那个精神病医院参观过一回 我去完了一看以后 我觉得精神病医院的这牌子 应该换成中国作家协会 好好好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就说这个生 说中国有个这个生产线了 我跟你说这个生产线现在真是都是 由不得你不从 就逼良为常 那天我就说嘛 老师能把女学生弄广东卖银去 这最近有一新闻在新疆你知道吗 一个16岁的女孩 就是女朋友很多次 女朋友介绍来来吃饭 旁边有小平头一男的 然后这女的女的借故就走了 这小平头就把这女的结上车 上车三个男的就问在新疆啊 戈壁滩呢 就说做不做小姐做不做小姐 这女的也是刘胡兰呢 誓死不从 扔戈壁滩上拿刀 把两个脚筋给挑了 你知道把这16岁女孩三厘米深才能把这个跟腱的脚筋给挑了 开车扬长而去 后来这小女孩爬啊 誓死不做机的这小女孩啊 爬啊爬到路边 碰见一大货车司机 才把他救了 这前两天的事 所以你说这现在发展到 这是真叫逼良为常啊 您说的这都是就是很个别的这种例子 很个别的例子 但是是反射出这个 我刚刚说的那个生产线的 绝大部分是自愿的 对女的 你到底对这些姐妹们抱着什么样的感情呢 我认为要区分看 有一部分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些例子 包括那个郑元杰老师提到的那些例子 都是一些比较高级的小姐 她们可能是出生都来自于城市 就是说她们只是生活方式的选择的问题 就是说一个女孩她觉得 那我信 因为现在什么电视学院了 外语学院到到周五晚上 你去看宝马奔驰在门口全街 那也是一种变相的 旁边还有政权节奏 我是不要查 不要查 对你来一下 对 但是更多数的可能是 就是占这种性工作者当中占多数的那种 就是来自于贫困山区的和农村的 从小她就没有什么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也没有任何可能获得谋生的技能 你这暗示的是这些社会逼梁为常 是就是如此 事实就是如此 其实我觉得这些小姐 比如说她做的这个工作 我觉得